今天中秋節 馬總統是特別去台東 人愛吃家 看那接受 登記照護的老大人 不可以過中秋 馬總統也旁出 接近都幾位 很久在登記照護 活在里頭 希望清楚 需要接受 登記照護家庭 才的支持 另外外界是比較關心 馬總統 如果臨進成功了 跟以國民黨主席的新婚 去訪問中國 不過馬總統並沒有回應 三二一 總統也會叫 有十二豪宅去台東 官司令人來自家 背老大人過中秋 也比賽白癢了 馬總統的卡手 雖然沒有老人這麼快 但是稍後需要接受 登記照護的老人 都很高興 而且馬總統也旁出 老人照顧好你政策 馬總統說 今年政府已經幾位 登記真好 希望第一明年 冷靜總統的時尊 可以完成 法案審查 通過這行 這種政治立場 也希望老人的加速 可以多多支持 民國一百零一年 政府社會福利的預算 一共編了四千億 超過四千億 在我們總預算的比例 達到百分之二十億 外界也很關心馬總統 明年來電燈 是不是去中國訪問 來促進人華 好平對位 但是他不必回應 總統你連任之後 會去大陸保護嗎 謝謝謝謝 好 謝謝 會去保護大陸 各位中秋節快樂 謝謝 當時馬總統也關心 小孩越生越糟糕的問題 但是帶黨官生小孩保護 就只有五千塊 比其他關係 都是差太多 在中度民眾 當中跟馬總統請求 提款帶黨官生小孩保護 希望馬總統照顧老人 也要刺激生育論 但是馬總統 一樣也是不要回應 立課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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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課總統